哈嘍 楊潔晚安 楊潔感冒中嗎 楊潔怎麼感冒了 阿華晚安 阿華晚上好 小您嗎 這個字是念您嗎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卡拉 Jelly Jo Tony You 你好 昨天吃藥了 楊潔要多休息唷 大陸粉絲第一次看 Hello 你好 我是AKB48 聽TP的邱平安 你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平安有掉鞋子嗎 什麼鞋子 我沒有掉鞋子 傅村你好 傅村晚安 這是什麼 謝謝阿華送我水晶鞋 這是我掉的鞋子嗎 謝謝阿華 所以我是你的Sendurela嗎 送我玻璃鞋耶 好漂亮喔 謝謝阿華送我鞋子 傅你好 好 謝謝你追蹤了 謝謝你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浪Live唷 謝謝楊潔的澎拍燈 Yeah 你好 謝謝你追蹤我 TOMO晚安 謝謝阿華的水晶鞋 謝謝楊潔的澎拍燈 晚安 晚安 大翔 大翔晚安 兔兔你好 MQ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 都追蹤了 聽聽Pilly20 謝謝你 你的名字是念小寧嗎 那個字是念您嗎 請追蹤 假腕鞠你好 晚安 我也是剛吃飽 我今天是真的剛吃飽了 前半個小時 所以是真的剛吃飽 吃飽的 醬你好 聽你好 謝謝阿華的為你守候 八卦一龜 一懷 懷嗎 謝謝帕帕帕520 送我櫻花 大家晚安 我今天 今天真的是剛吃飽 我通常都是差不多前一個小時 但是 我今天是前半個小時 所以是真的剛吃飽 那你們猜我今天 晚餐吃什麼 吃飯還是吃麵 那你們先猜我中餐吃什麼 好了 你們猜我中餐吃飯還是吃麵 哈囉 葉蘭你好 烏尾虎你好 阿芝你好 大家猜我中餐吃什麼 吃飯還是吃麵 還要猜中餐 當然要啊 妙霜 雲妙霜你好 麵 大家猜我中餐吃什麼 吃飯還是吃麵 呆頭猫你好 麵 麵麵 我覺得我只要公布答案大家 大家會 會說請不要說廢文 怎麼辦 對 猜我中餐吃飯吃麵 猜麵是嗎 飯 飯加麵 早晚吃蛋餅 中餐吃麵 晚餐吃飯 飯 小安你好 火鍋米粉 答案是 水餃 我中餐吃水餃 不是飯也不是麵 結果我只有給你們兩個選項 然後大家都猜錯了 謝謝小安分享直播間 不要說廢文 好那那晚餐 晚餐猜我吃什麼 晚餐很簡單 哈囉 露露你好 各位早晚安 各位早晚上好 我今晚吃的是 吃水餃 真的嗎 小妮你也吃水餃 我是今天午餐吃水餃 水餃是麵 哈囉 爸爸你好 爸爸 晚上好 今天晚餐很好猜 我沒有要再騙大家了 中午吃火鍋 謝謝海海分享直播間 老張頻道你好 謝謝BOBO追蹤我 你好 是AKB4CH 近七匹的抽屁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裡面會分享很多照片 也可以追蹤我的longlive 還有分享直播間 謝謝你BOBO 持續拆飯 拆飯的人比較多嗎 吃超音媽媽煮的愛心晚餐 公布答案 爸爸你 你拆的非常準確 你完全拆中了爸爸 厲害 晚餐吃麵線 錯 吃吃飯喔 媽媽煮的愛心晚餐 答對了 太厲害了吧爸爸 爸爸 爸爸完全命中欸 呵呵 厲害 只有今天 今天的晚餐有 有那個 宏偉你好 宏偉你好 我們家很多人在 對今天全家都在 全中 爸爸全中欸 厲害 拼上空幫我 拼上 拼上空幫我 紅杏南高錦錦你好 小羊你好 馬琴你好 風鈴你好 今天運氣不好 非洲 今天天氣超級好的耶 今天天氣出大太陽 很溫暖 前幾天很冷 但是今天 因為有出太陽 所以 比較溫暖 出太陽心情就很好欸 大家也是嗎 謝謝附身的陽光 今天 今日は間に合った そうですね ピンさん 間に合った よかったですね 吳偉虎 你好 謝謝巴巴的掌聲鼓勵 巴請晚安 天氣好心情就好 今天天氣很舒服欸 今天下課時間有空 正在曬太陽 今天是出太陽 但是又不會說太熱 就很舒服的天氣 ピ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每天都有太陽 平安是我的太 阿華很會說話 阿華很會說話 看到平安心情就很好 今天師傅生血出了 想買 大陸買不到 可以上那個 網站應該可以吧 我們的那個 官方網站貼的那個連結 應該買得到吧 今天有那個生血針 就是你們知道我今天晚餐有鱸魚耶 可是我 我平常其實不太敢 不太敢吃魚 網站沒有寄 真的沒有寄海外 那可能要 要 要哪裡買啊 網路上買嗎 那個 別人 別人賣的嗎 對 海外買不到 那怎麼辦 可能要跟 認識的粉絲們 互相 交換一下 或是請代購 呵呵 你可以請 代購 請這邊 看有沒有粉絲 可以 熱心幫忙代購 呵呵呵 pc home可以買 晚上好 龍騎士 龍騎士 晚上好 這樣 今天平安很 鱸魚 很好吃耶 可是我平常不太敢吃魚 因為我 我怕刺到 我不太會挑刺 所以有時候 之前小水 小水有營養午餐 然後有一整條魚 我都直接不吃 因為覺得要挑刺太麻煩了 不吃魚 所以我很少吃魚 除非是 如果是刺很大的魚 或是沒什麼刺的魚 我就會吃 草莓醬晚上好 鷹頭嗎 晚安 中立小午晚安 哪個晚安 發呆客你好 呵 平常不太敢吃 因為 而且小時候就是有 陰影 就是身邊的人有 被魚刺刺到過 所以就有點害怕 對 吃魚 對身體 好 不吃 吃加一 我不太會挑刺 呵呵 我沒有辦法分辨是刺還是什麼 就是會 咬一咬 感受不出來 所以我不太敢吃魚 大家敢吃魚嗎 大家是那種 可以整隻放進去 然後咬一咬 就刺可以自動吐出來的那種嗎 超強的耶 很羨慕耶 大舌頭太遲斷 當然不是阿阿華 連刺一起斷 舌頭挑刺 山魚片吃起來 無法 有啊 有的人是 我看過有的人直接整隻進去 然後咬一咬 他就可以把刺跟肉整個分離耶 很厲害啊 我也是吃沒有刺的魚 因為我不太會挑 那是貓吧 謝謝金佑送我真情告白 刺之前要把刺先拿出來啊 還有那個可以把 可以把那個刺整個挑 挑起來的那種 就是 是拿中間那根主要的骨頭吧 然後就可以把全部的刺拿起來 可是我每次都失敗 我都會斷掉 鮭魚比較不需要挑刺 覺得剝蝦麻煩 其實我覺得剝蝦還好 因為我會用嘴巴剝蝦子 我可以比方說沾手 因為 每次要剝蝦很麻煩 所以我就學習了這樣技能 這個 你嘴巴很強 秋刀魚 露露你好 謝謝Pokei Naka明太子 分享直播間 鮭魚真的沒有吃吧 Forever你好 晉級 希希 謝謝希希分享直播間 九蛋你好 我昨天用嘴巴剝蝦 我也會用嘴巴剝蝦 發現平衡心地難 我真的會嘴巴剝蝦 我覺得我 就是不用沾手 還蠻方便的 這是直播的特技 真的很特技 長得很長 很常說剝蝦子可 當然不是啊 我是真的可以用嘴巴剝蝦子 這樣就不用沾手了 很方便 謝謝草莓獎 分享直播間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其實是要先從那個 就是蝦子不是有腳的那個部分嗎 我要來教大家用嘴巴剝蝦子 這樣以後不用沾手 很方便 家文俊你好 那用手很麻煩對不對 我來教大家怎麼剝蝦 就是蝦子不是有腳的地方嗎 然後你要先把腳咬掉 先把腳 其實他腳是有一個連在一起 你只要咬到對的地方 他就全部的腳都會起來 你叫他先把腳咬掉 然後再薄薄的咬 咬掉那個皮 從腳的地方下面 因為你腳咬掉了嘛 所以他那邊就會有一個開口 然後你就從那邊咬那個皮 就會吹不起來 用嘴巴別人就不會叫你幫忙剝了 很方便 下次可以示範用嘴巴剝蝦嗎 大家可以試試看 大家下次吃蝦子可以試試看 謝謝平衡讓我歐一回 不會稀稀 不客氣 謝謝布丁兔追蹤我 謝謝咪咪 咪咪 咪咪 CAT送我為你守候 哈囉布丁兔你好 我是AKV4TI TINGTP有抽平衡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唷 這是我的Instagram 你們會分享很多照片 好吧 買單車的錢來買蝦子練習 主播晚上好 GINI好 SASAMI 品行現在去想 哪隻蝦子 我現在沒有蝦子 蝦子蝦子 用長的誰聽得懂 大家下次試試看 就是先把蝦子咬掉 然後再從腳的地方開口把皮咬掉 包一包反射到我都看見房 真的嗎 這樣子耶 欸真的耶 真的看得到耶 吃熱心貓你好 謝謝你追蹤主播 我是AKV4TI TINGTP的抽平衡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這是我的Instagram 謝謝 謝謝你不說還沒法 沒有人發現 你幹嘛說出這個秘密 吳傑龍你好 用嘴巴剝蝦米的可怕 蝦米怎麼剝 蝦米沒有辦法 楊傑蝦米太高難度了 謝謝家人的桂蘆玫瑰 我追你們超久的 謝謝你四月星貓 貓戲身穿 謝謝你 會用舌頭把櫻桃打結嗎 這個我倒做不到耶 吃品很剝的蝦的話 蝦米剝到一半就不吃 吃不下去了吧 子哲你好 叫旁邊冷博完成 所以我正常 但舌頭用把櫻桃打結 這個我倒不會 你是不是偷偷dease吧 姐不是好惹的你好 哈囉 濃眉晚安 濃眉晚安 我從還沒成就關注你們了 謝謝你 是熱心嗎 那你有吃看我們的 第一張番曲的MV嗎 勇往之前的MV 會不會蝦唇 倒還沒有 要是有人願意吃 他也是可以 像可能很注意 關注我很久的小琴阿 下次問他 想不想吃我播的蝦子 他關注我很久了 應該蠻想吃的吧 晚安品寒 哈囉阿鬼 每天播 謝謝你四月星嗎 每天看個200遍 大家每天看MV200遍 很快就會100萬了阿 是不是 大廣告小年首 謝謝濃眉送我新之蝦 謝謝濃眉 謝謝濃眉 晚安 找教主打架 昨天遇到教主 在公司遇到教主 然後他請我 他給我吃 請我吃東西 然後我就說 謝謝小琴 然後我反 我反跟他說 謝謝濃眉送我新之蝦 我跟他說 小琴我注意你喝很久 你一直都很 奇拉奇拉 換我撩他 反撩他 然後他就害羞了一下 我還有 我有錄影片 他給我糖果 先著濃眉送我新之蝦 最近喜歡 開 反開小琴玩笑 我最近看到他很喜歡用 奇拉奇拉的梗 我要來偷偷壁咚他 沙發咚 他坐在沙發上 我咚 沙發咚他 不是壁咚 是沙發咚 謝謝濃眉送我好多櫻花 200才能吃 800分鐘要13個小時 大家如果能看得到200遍 如果看不到就 就 20遍吧 謝謝阿華的陽光 如魚 雖然我有一天也可以練就 就是把魚放進去 刺就會自動組出來的技能 太少之中不了 每天看阿 只是我是看 應該怎麼辦 也可以阿 阿華 兩個都看 兩個各看 100遍 200遍 加起來200遍 KTV現在唱得到勇往之前 對啊 唱得到了 大家可以去 如果去KTV的話 可以唱一下勇往之前 謝謝四月 新貓貓系 身穿送了為你守候 改了一個好記得 艾娜你好 艾娜 你是剛剛的小寧嗎 艾娜 艾娜你好 冰小抽你好 祝福也晚安 謝謝助我的方葉 育凱你好 教主也是可以被受苦的 然後唱個20遍 大家如果有去KTV 記得唱個20遍勇往之前 那 那個KTV的勇往之前 是放我們的MV嗎 謝謝阿華送我新之掛 謝謝阿華 他那個 是放我們的MV嗎 還是不是 是那種 在樹後面啊 女生那種 大家懂我在講話 就是KTV不是 如果不是MV的話 都是一些 就是 女生 躲在樹後面的那種 的影片 喜歡要趁早說 倉庫操不開 那是投幣是他會有 比較老一點KTV啊 就是 就是森林場景MV 畫面跟Youtube一樣 畫面跟Youtube一樣 你們懂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很舊的歌 怎麼感覺 對就是老家才有那種 遊覽車上有KTV 謝謝 這是小孩送我那個 美食材料 謝謝志偉送我美食材料 謝謝卡摩依分享直播間 我沒有常看 就是小學秘旅不是在唱 那個 遊覽車上不是在唱KTV嗎 就是會有那種MV 對在海 海邊吸水MV 但我們 KTV的游泳之前 應該是我們的MV吧 謝謝宇郭甜甜 分享直播間 然後演了 對都不認識了 然後一男一女這樣 楊潔笑了嗎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太好了 沒有沒有代溝 現在KTV一定播MV嗎 不一定吧 上次去唱日K 有一些歌曲也不是播歌手MV 是一些其他的影片 什麼 河葉啊 或者是海邊啊 森林啊 那種MV 等你 跟唱日K一樣有些有MV 對有一些有MV 可是有一些沒有 欣儀你好 謝謝欣儀 小七希娜欣儀分享直播間 哈囉強森 只買得起歌 完全買不錢 所以另外自己拍 真的很好看 剛才沒發完 謝謝阿華澎湃的 哈囉勇王族城你好 主播晚上好 晚上還有小七希娜欣儀 但我滿喜歡吃柳葉魚嗎 柳葉魚嗎 喜歡 我不敢 最不敢吃 這魚 刺很多的魚 是哪一種魚啊 有些MV明明都不一樣 畫面卻是一樣 真的 就是那種老老的KTV 老歌老歌 就是都是細水的畫面 柳葉魚 對柳葉魚是很多魚帶的那個 小隻的嗎 那很好吃 那很好吃 秋刀魚也蠻好吃的 烤秋刀魚嗎 晚上好 Honey Honey 甜莊 甜莊倒立王你好 你好 柳葉魚你敢播 播他的刺嗎 柳葉魚很好吃 香魚 平凡 平凡遊覽車唱什麼 我最後一次遊覽車唱KTV 應該是 國中畢業旅行的時候吧 應該是國中畢業旅行 唱那個 那個叫什麼 馬德里不思議啊 這種的 海波浪 才不會 才不會燙 秋刀魚好像吃 真的嗎 秋刀魚吃很多 可是我喜歡烤肉的時候 烤秋刀魚 空斑蛙 田中鬥立王 你好 平安會海波浪就很生氣 我有聽過啊 是一首茶魚糕對不對 隔壁的台唱 我不會唱啊 怎麼都是魚刺比較細的 我小時候很排斥吃魚 因為很怕刺到 但長大發現魚蠻好吃的 而且好像對身體不錯的肉 所以就會吃一點 但是我都挑刺很少的魚 好像鮭鮭魚嗎 鮭魚刺很少 平安 我不吃魚眼睛 我不敢吃魚的眼睛 先是平安神托送了水晶鞋給我 平安會什麼台語歌 台語歌嗎 我想一下 龍行李啦 可以嗎 像是那個 娛樂百分百的時候 我們有跟 他們有個安娜合唱那個 張惠妹的 好大力丟來 OFKA你好 好 比較很會 小時候被魚刺卡過 謝謝平安神托送我櫻花與菲菲 謝謝小平安神托送我櫻花與菲菲 小時候被魚刺卡過紅果 是不是很可怕 我小時候那個 姊姊嗎 還是誰 也有卡過魚刺 OFKA空幫我 然後就要去耳鼻喉科把魚刺夾出來 聽說很可怕 他是把那個夾子伸進去 喉嚨 然後把魚刺夾出來 所以我就有點對吃魚有陰影 4月27 48 Group Consart in Yokohama Statji 阿姆 發表しました 真的嗎 平安神 很棒 好可怕 行嗎 平安神 4月27 48 Group 有演唱會 在橫濱 剛剛發表的嗎 甜心卡阿翔你好 有演唱會阿 哇 很好阿 吃水魚就不怕吃到 水魚沒怎麼吃 我是吃白飯 怎樣 整團嗎 對剛剛發表的 是整個48 Group嗎 想問平安怎麼記日語 其實我是三年前有 開始學日語 然後有學過一年的 日文課 但是後來就是自己學的 然後現在學校也有日文課 可是是教簡單的那種日文課 超級基礎的日文 甜心卡謝謝阿翔 這麼豐盛 最近都是整個48 Group 現在吃魚還是會怕怕的 什麼時候 我現在吃魚還是會怕怕 我都會繳大概30 30下 確定沒有刺才會吞下去 剝皮魚刺最少 在哪裡 只是問演唱會在哪裡嗎 聽說是剛剛發表的 在橫濱 剛剛發表的 說只有國內的48 Group 只有國內 高中學過餐飲 我雖然是學那個美容日語嗎 可是都在教金屬日語 沒有教什麼美容的 神推 手推BNK 後推TTP 謝謝你 謝謝阿翔送我真情告白 謝謝Anna的初心走回家 謝謝鴨子分享直播間 之後會有TP劇場嗎 請期待 我也期待有劇場 只有國內就好 主播晚上好 屈原你好 野原新蜘蛛你好 野原新蜘蛛你好 4月27、28 連兩場演唱會 29、30 握手會 那你會去嗎 農媒 4月28 小西原新蜘蛛 Nino 加國外的話 不敢 敢不敢 非阿阿華 你們要去嗎 你們要去看那個演唱會 QK男子你好 土地公 謝謝土地公送我豐葉 謝謝 平函神推送我水晶鞋 今天是植樹節耶 3月12植樹節 單群要買幾張才能參加握手 我們單群裡面會附一張握手卷 不管買幾張都可以參加握手會喔 只要你有握手卷都可以參加握手會 一張就可以 對 不管你買幾張都可以參加握手會 對 江植樹 今天是植樹節 然後我們有發表了我們植樹節生血針 存錢買單去 平安對植樹節有什麼回憶嗎 其實沒有什麼回憶 就是因為我蠻喜歡花草樹木的 可是我沒有真的去種過樹耶 蠻想種種看樹的 就是把一個樹 小樹苗放到土裡 然後看著它長成大樹 可是小樹苗長成大樹要很久的時間耶 等到這樣好久喔 現在機票很貴 艾琳娜你好 小褲你好 對啊台灣沒什麼在過去 跟生日會賣 對啊是不是很像 因為都是都有樹 當背景 所以很像 可以在家裡花褲子 我想種會 就是花很漂亮的樹 或是那種銀杏 我喜歡楓葉啊那種漂亮的樹 可是那應該不好種吧 要很冷的地方 還有酸子彈 看它長大 我真的還沒有把樹苗放到土裡過 我小時候就是種過綠豆 大家有種過綠豆嗎 小樹的時候 用衛生紙 我好像會miss掉這套生鞋 為什麼濃眉 台灣山上就有了 生日會賣的 生日會賣的生鞋 miss掉了嗎 暗示自己記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單純覺得它漂亮 生日會沒有辦法去啊 原來如此 那你可以問問有沒有粉絲有多的 帥圓之類的 他好像有買 可以問他有沒有多的 種過黑豆黃豆如果 小時候種過綠豆 而且都會把它放在教室曬太陽 什麼時候會出 不留下生日餅乾坦 請期待囉 大家都很保守 買三套而已 波打你好 波打晚安 我有看過你們在百分百也出現過 B專屬PY你好 你是因為看節目才認識我們的嗎 我買三套的兩套都賣人招牌了 你是因為看節目才認識我們的嗎 你是因為看節目才認識我們的嗎 咪咪卡 謝謝咪咪卡送我封業 難怪沒看到 植樹節 好像每個國家都有植樹節 就是樹的節日 覺得這蠻好的 可以促進大家種樹 而且我很喜歡花草樹木 覺得很療癒 很療癒 而且我們家 我們家也有很多花草樹木 歡迎追蹤唷 我家也有種菜 真的嗎你們家種什麼菜阿華 我是家裡爸爸很喜歡種花 種樹 所以我們家有小花園 在頂樓 在頂樓有小花園 謝謝平函水送我 這是什麼 舞台公園 謝謝你送我舞台公園 欸猜什麼的 那可以吃耶 是有機的嗎 可以自己種自己吃 還不錯耶 CK217 你好 欸猜什麼 很酷耶 很棒 可以自己種自己吃 又有機的 但有機的沒有噴農藥 所以很容易被蟲吃掉 對不對 可是至少不會吃到農藥 吃蟲總比吃農藥好 蛋白質蛋白質 我也想要種種看水果之類的 草莓 草莓 草莓感覺很難種阿 可是我喜歡吃草莓 種了一株紅蘿蔔 黃金蜂林木等十年 就可以開很漂亮的花了 有機要每天去抓 有床看一樣 其實我蠻想種種看仙人掌 仙人掌應該不用什麼種吧 只要給他澆水或曬太陽 他就可以火了 人家聽說仙人掌可以防那個電波嗎 電流 防電磁波 所以想要種仙人掌 放在電腦桌阿 電腦旁邊 可以防電磁波 對 所以有在辦公室上班的人 如果每天都要面對前面有電腦的話 可以種仙人掌放在旁邊 順便防小人也防電磁波 仙人掌很棒耶 好處多多 又好種 又小小的很可愛 只是你要小心被刺到 有小時候被仙人掌刺到過 中好中滿防小人 你要防自己 自己最多電磁波 謝謝莉莉分享直播間 我們家也有種仙人掌 而且還是一盆很多 謝謝莉莉分享直播間 我小時候被仙人掌刺過耶 因為我就想說 我想要看他那個 仙人掌刺有多尖 然後就去摸 就刺到了 但是不要亂摸仙人掌 謝謝莉莉分享直播間 花生長妳好 仙人掌很好種 對 仙人掌也不用教 而且仙人掌會開花 大家知道仙人掌會開花嗎 以前照片很多花 雖然精神很好 大家知道仙人掌會開花嗎 我們家的仙人掌之前有開花耶 黃色的花 還蠻漂亮 可是他過兩三天就卸掉了 知道呀 平衡也會刺 我家裡也有開過花 好像要天氣熱嗎 還就會開花 知道奇怪仙人掌是什麼 主播晚上 你好 七七的 挺小布丁 你好 繁華QQ 仙人掌花好像蠻容易卸掉的嗎 謝謝農媒分享直播間 仙人掌只好喝 仙人掌冰淇淋好吃 而且我喜歡吃仙人掌的果是火龍果 火龍果超好吃的呀 快樂 發生腸你好 很高興認識的 什麼 棒棒棒 仙人掌謝謝 火龍果是仙人掌 不是嗎 火龍果不是仙人掌的果食嗎 不是平衡給仙人掌消太多水嗎 我也以為火龍果是仙人掌的果食 不是嗎 米T怪客 火龍果跟仙人掌沒有關係嗎 火龍果不是仙人掌的果實嗎 為什麼我印象中 一直覺得火龍果是仙人掌的果實 不是嗎 是吧 我等一下去Google一下 仙人掌科的 應該不一樣吧 好我等一下去Google一番 下次跟大家解答 小熟狐狸獸會罵仙人掌 一小朋友好像不是 好那我等一下去Google一下 仙人掌不是 火龍果不是仙人掌的果實 只是可能遠親關係吧 果然知道比較多 李飛你好 好 直樹節 我們這次直樹節的生寫燈 是在外面拍攝的 大家覺得怎麼樣 謝謝平函神推送我麥克風 韓系少女 韓系少女 任務主播你好 你跟我的名字一樣有韓耶 我也是韓系少女嗎 品質6666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而且我很喜歡那套衣服 我喜歡那套衣服 舒服 感覺很棒啊 直樹節很綠耶 很綠色的背景 看起來很舒服啊 自然的感覺 感覺很有趣 雅琪列劉恆分享直播間 謝謝你 大家可以追蹤我的LongLive 分享我的直播間 謝謝你分享直播間 雅琪 勇往直前 你好 直樹節 大家今天直樹節有幹嘛嗎 大家有種樹嗎 沒有 紅龍狗跟仙人長算是親戚關係 他們算是遠親吧 謝謝阿華的為你守候 澎湖的仙人長文桃圖 我沒有去過澎湖 吃過他們的仙人長兵 可是我吃過別的地方的 好吃好吃 飽了不少煌燉 吃撩鼻氣嗎 楊潔 多多休息 有上課就沒了很平安 其實我今天也是有上課就沒了很平安 謝謝鋼琴使真商分享直播間 火龍果這些人長開了是不是 所以他們是遠親關係 我今天也是過了平凡的一天 去上課然後心情很好 而且我們學校種很多樹 漂亮 混沌大會 C追戀你好 最喜歡現在 我也喜歡這首歌 君の口袋が好きだから 我又福袋了 開一下福袋 我昨天好像沒有開 我說累積到下次 很多很多 開啟很多福袋 黑中 謝謝阿哈 然後說我真情告白 我每次走學校的 因為我們學校要走上去 我的教室要上坡 然後那邊有很多樹 然後每天都會有公由伯伯在 用那個很厲害的機器 就是他背著一個機器 然後有一根管子可以吹樹葉 把樹葉集中到某一起 就不會看起來這麼髒 我每次走那條都覺得很漂亮 很多樹 尤其出太陽的時候 這邊有點烤 有點烤嗎 歌草 對 歌草的 他背的不是歌草機 是吹風機 吹樹葉的機器 很厲害阿 這樣就不用慢慢掃 直接用吹的話 他的樹葉就會集中在一起 算的 落葉吹風機 對是落葉吹風機 主播晚上北 吉星你好 月月你好 我們後操場也是滿滿的樹 很像花椰菜 我覺得其實那個山遠看很像花椰菜 就是綠綠的 超級像花椰菜的 我們的後山的樹 看起來很像花椰菜 可是我好久沒去我們學校後山的操場 因為我這水期沒有體育課 好久沒有去了 班長負責課我們在後面掃 比地花椰菜 真的你們下次如果有看到山 你們遠看很像花椰菜 綠色 深綠色的花椰菜 就是一搓一搓的 就是一搓一搓的 花椰菜後山 好就沒事 這水期沒有你拿手打 對啊也沒有排球可以打 上水期 上水期是韻律美肌克 然後這水期就沒有體育課了 阿菜你好 沒有體育課對你來說是惡夢 對我來說是美夢 也不算阿 也沒有到很討人體育課 只是不用大老遠走到後山 所以覺得不錯 後山離教是超遠 是真的要上山的那種 而且後山很暗 我自己一個人都不敢走 如果陰天的話 我不敢自己一個人走 後山很遠 超遠 要真的爬山的那種 要經歷一番波折 然後如果是陰天 或者是剛下過雨的天氣 要經歷過那個 爛泥土 鞋子會髒掉 所以沒有很喜歡走到後山去 日本的學校 而且後山腕子很多 尤其是瑜伽課 上個體育課要先長聚樂森 對啊 後山超遠 注意石頭有沒有僵屍 阿浩你看完李氏朝鮮嗎 我今天又看了兩集 我看到第四集 而且主任上課很嚇 大老劍熊晚安 大阿叔你好 看完了 阿浩看完了 謝謝平行神推送了我水晶鞋 謝謝志偉的藍色一門爸 半夜後山很恐怖 而且你們那種學校不是都會有可怕的傳說嗎 然後就聽學長姐講 晚上都不敢去 就是學校的學長姐不是都會講恐怖的傳說嗎 所以我晚上根本不敢去 對啊 這是鬼故事 寶電視也有 很可怕耶 富偉01表妹神推 坤坤你好 富偉你好 卡丘晚上好 卡丘 講一下鬼故事們不要吧 我現在自己一個人在直播啊 我今天看自己看李四朝鮮都覺得有點可怕 謝謝阿華送了為你小號 小蘭你好 小蘭你好 天與地你好 恐怖傳說 出現了慢二的學長 專門片學會改 學姐 學姐也會講啊 我們學上 我們這個科系學姐比較多啊 右邊甩第四棵樹 不要再講可怕的東西的楊潔 謝謝平安神推上了我水晶賢 謝謝富偶的澎湃燈 我看到第四集喔 博翰你看完了嗎 我今天看到第四集 植樹節 其實植樹節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平常在家就看到很多花草樹木 所以還好 因為爸爸喜歡種草 注意第一集後的結果 我要很小心的看結果 被嚇到了嗎阿華 還好嗎 我覺得很可怕耶 我覺得最後一幕蠻可怕的呀 全部看完了 是不是蠻好看的 我今天看到第四集 我兩集兩集看 我接下來要把兩集追完 大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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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還去看那是誰的目睛 Tony又有看到第四集嗎 我今天 今天第四集的結束是那個對不對 那個 壞人 壞人的女兒跟壞人在講話 然後他拿他哥哥的頭給他的女兒看 說你不要阻擋我 做這些事 好像吐槽自己公司 那是香草嗎 種草 草草人 對啊他人性真的很可怕耶 就是這種 緊急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人性 像那個 東來的那個掌管的人 就很快 他都不救其他人 但是 柿子 柿子人很好耶 他就是 就是 寧可自己有冒著生命危險 也要救他的百姓 我覺得他 很棒 超棒的他 為了百姓可以 就是冒著生命危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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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 原本原本是禮拜五 不過因為臨時有事情 所以改成禮拜四 大家不好意思 大劍我當然記得你 怎麼可能忘了第一 柿子原本是立德想保全自己 還好他本身上 我覺得柿子人很好耶 就是保護人民 而且還給那些小朋友吃 給那些他的百姓們吃東西 柿子人很好 我覺得他很棒 肉乾 對肉乾 他給那個小 可是我看到那個小孩子 最後被他不是被建設到嗎 超難過的耶 就是那個壞人為了要抓柿子 所以就射箭進來 然後射到那個小孩子 超難過的 雨薇你好 熊妹晚上好 熊妹 那一幕很難過 而且那個醫女還有把他 就是抬到一個地方 幫他蓋布 那一幕超難過的 說的我都想看 好看可以去看 路卡 李斯朝鮮 你在Netflix嗎 影集 好看 突然是不是好看 而且後面劇情越來越出來 那我覺得那壞人真的很壞耶 就是為了 為了自己的地位 然後就是 害有這個病毒出來 都是他害的 只是第二季還沒出 超級著急 他第一季沒有結尾是不是 有伏筆是嗎 巴不得直接洗冠軍 謝謝柏翰送我 為你守候 易森俊你好 蜜蜂系列幫余豪你好 謝謝熊妹 以後到史真香分享直播間 壞人超級壞的 日本にいますよ 平常日本に行きますか なんで日本に行きますか 旅行ですか 晚安 一個平寒 晚安一個 守華哥 晚安一波 晚安守華哥 一直劇透 月月還沒看 對不起 我只是說壞人很壞 每一部劇的壞人幾乎都很壞吧 不然怎麼當壞人 Nobita 結果我是Nobita 楊潔中大獎 結果說我是Nobita 大劍我記得妳 晚安兩波 謝謝楊潔中的櫻花 680倍 什麼680倍 李詩朝鮮 快去看 這一部是李詩朝鮮 在Netflix上面的影集 李詩朝鮮 是一些爭權奪利 然後為了爭權奪利 然後的一些殭屍的影片 的影集 他的故事背景 就是 黃衛王室在爭 爭名利那些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殭屍出現 謝謝小鵬分享直播間 謝謝阿華送我專情告白 越看越好看耶 推推 大家一定要去看 如果敢看殭屍的片的話 愛上影集 AKB48的悪習慣 日本去日本 去日本 會不會嗎 Pin 上 我也會去 楽しんで Pin 上 謝謝楊潔的櫻花 找原作看看 原作是什麼啊 原作是書嗎 還是 它有原作 楊潔送我好多櫻花 518個 楊潔你送我好多櫻花 是因為春天要到了 所以送我這麼多櫻花嗎 發呆客你好 好 切換晚安 在此拜個晚年晚安 現在這個金釀送我新之幻 我想快點看第五集了耶 今天看第四集看完就很想看第五集 所以那個 壞人的那個女生 終電娘娘嗎 她最後到底有沒有把小孩生下來 好好奇 大家不要爆雷我 好像有的人還沒看 所以我不要爆雷她 剛剛是爆集610多倍送的 謝謝你楊潔 那你今天是歐洲人的楊潔 610倍 我每次影集都要一次看兩集 因為看完第一集就想看第二集 但是如果再看第三集的話 時間太多了 所以我都看兩集兩集 她是不是只有出到 目前只有刷第六集啊 可是這樣很快看完的話 她沒有結尾 會很期待下一季耶 下一第二季 可是她還沒出第二季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對 李詩朝鮮 我今天就看了兩集 聽喊 可愛 可愛 是泰國人嗎 With i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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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是今年初 很期待啊 她第一季的結尾是沒有結尾嗎 就是有伏筆的是不是 她已經沒有說什麼說 謝謝 謝謝平衡粉絲 塔瓦哥你好 人氣杜西田你好 你們 我剛剛進來開直播的 平衡に会いたいけど 遠い 太平衡に会いましょう 待ってますよ 熊野 欸 今年初可以期待一下 但我覺得 是冰山 什麼是冰山一角 マチャリンに会ってもっと話したい ちゃんと話してね 之前想說但留言都被蓋過 今天終於看到了 大劍大劍 大劍大劍 我 我 我 想 平衡嗎 我想 平衡 我太緊張的時候 那如何都 好 コブンカ WISIT WISIT コブンカ チャラクン 平衡覺得結局是好還是壞的 你說第一季嗎 我覺得第一季的結局應該是 應該是 好的吧 第六集跟生死草有關 真的假的 所以他們會找到生死草嗎 算了 不要跟我講 先不要跟我講 這樣我才會期待 他劇情越來越水落石出了 但是那個啊 國王 國王變成殭屍的臉還蠻 真的蠻恐怖的 就是一頭野獸啊 還綁著線 綁著那個鎖 他就是一頭野獸 超級可怕 他怎麼 他怎麼有辦法 那個壞人也是蠻勇敢的 他怎麼有辦法 把一個 這麼可怕的東西 關在 關在 關在皇宮裡面啊 他也是蠻勇敢 如果鐵鍊被掙脫了耶 他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而且他還站離他這麼近 超可怕的耶 要是我 我不敢 就是把一個這麼可怕的東西 關在皇宮裡面 人性二的時候比什麼都可怕 真的 太可怕了 他的心 心怎麼這麼壞呢 日落就醒來好可怕 謝謝阿華的為你守候 而且他們殭屍跑起來很快 對啊殭屍很快 可是殭屍是不是不會游泳 因為他們跳到海裡殭屍沉下去 殭屍是不是不會游泳 全力利益比鬼可怕呀 也是齁 伊卡說的很有道理 他們 他們險惡的心比殭屍還要可怕 電影還蠻好的耶 有時候可以學到一些 人性 看到人性險要的一面 可是主角也跑 對啊他主角跑超快的 可是我每次看他們 就是我今天看的這兩集 都是比較緊張的兩集 就是一直跟殭屍有奔跑的戲嗎 綁石頭 對啊有一幕是一堆殭屍被綁石頭放在水裡 在那個皇宮的後面水池裡對不對 殭屍會月球漫步 我沒有發現耶 我今天看的這兩集 比較刺激 我覺得 欸就是他一直有跟殭屍奔跑的戲嗎 而且他們 他跟殭屍的距離就只差兩步耶 就殭屍追在後面只差兩步 超級可怕的 要是他一個跌倒不小心 就變殭屍了吧 謝謝 這是誰追蹤主播 謝謝點追蹤主播 你好我是AKB48 近期待的周碧涵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加油 Grooveのコンサドニッチ 参加して欲しいな Timutipiの皆さん 愛いたいですか Pinさん 殭屍都不會跌倒 超級厲害 有啦 他們有時候也會互相半島 因為一直亂蟲半島 但我今天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是那個 就是 有一幕不是那個 東來的那個 比較大的那一個嗎 很昏 也是蠻昏庸的那一個 高官 高官 然後跟 醫女不是被關在 那個牢房裡嗎 然後很多殭屍都在外面 都在牢房外面要吃他們 然後隔壁間不是有一個犯人 也是 也是被關 我覺得那一幕很好笑耶 對 有一幕兩個被關在一起的那個囚犯 就是 他 他不是隔著木板嗎 然後木板是同一塊 然後 頭卡在那邊 然後 一個被咬一個活著 然後他們那個視角很好笑 那個視角超好笑的 只是他 可是他 可是他這樣也咬不到 咬不到他 其實跟他鎖在一起很可憐耶 那個視角很好笑 很像原來在找春菇 而且最後就是 到早上 快要到早上 然後那個 殭屍還在都在外面 然後 跟他關在 同一個木板那個 也一直要咬他 然後他 他就說很累 他一直這樣轉很累 我覺得那幕超好笑的 那其實這個 恐怖的 也不算恐怖 驚悚影集裡面 也是有幾幕 還蠻有趣的 好笑有趣 還有那個內幕 也蠻好笑的 就是 那個誰 東來的高官 喜歡那個醫女 他是不是喜歡那個醫女啊 哈囉 猜猜我是誰 你是哈囉呀 對啊 他喜歡那個醫女 但是他怎麼還 偷偷落跑 他媽很壞耶 提示豬 你是誰 你是豬 因為醫女救了他 屁哥 你是屁哥 哈囉 你是誰 不是啊 這首是 Everyday Katricia AKB4K 聽聽聽 承恩 掰掰 已經忘記4跟5分 別太難 我不敢亂說 他上傳不是有問 醫女 對他上傳有問 醫女怎麼辦 他說醫女 還在那邊嗎 可是他另一個 跟他身邊那個眼睛很爛 那個人很爛 就是在那邊喝酒享樂耶 然後完全沒有要關 佩琪 啊 你是佩琪 佩琪 哈囉佩琪 你是佩琪 那個佩琪嗎 你是那個佩琪嗎 你是那個佩琪嗎 紅尾你好 志堯你好 對 好久不見 你好 貴族都蠻費 對啊 誰是壞人的眼線 會不會有人還沒看 我不要講太多好 稍微講一下 Glub 控殺 控殺 控殺團 阿董阿 So thank you 晚上好 志堯 還好那個人後來被咬了 天使棒 他後來那一傳人都死光光了吧 因為那個 就是有一個很愛他兒子 可是他兒子變僵屍 他是不是 可 那一箱是他帶上船的嗎 那邊我有點不懂 為什麼會有僵屍在船上耶 是因為那個 那個媽媽很愛他兒子 所以他捨不得他兒子變僵屍 所以把他帶上船 那是嗎 對 還算因為 對媽媽帶上船的 原來 結果他 結果他還把那個 他有把櫃子打開嗎 應該是他把櫃子打開吧 然後那一傳人都死光光了 媽媽太愛了 我覺得整部劇裡面 就是非常慈悲大愛的 大概是那個士子還有 還有那個醫女吧 醫女也是主角之一耶 很厲害 他從第一集活到現在 而且經歷很多很可怕的戰爭 他跟殭屍交手很多次耶 但是都活下來了 也是很厲害 李夢你好 護衛被遺忘了嗎 什麼護衛 跟在士子旁邊 喔對 士子旁邊的護衛人也很好 也很棒 當然一開始很可愛 就是他威脅 士子威脅他說 你要幫我 幫我一起調查這件事 然後他就用那個 露威脅他 不給他露 因為他好像老婆懷孕 是不是 那個護衛的老婆懷孕 左什麼 左進軍嗎 左頸軍 大概也有很多 不少像那位王 也是耶 偷醫療紀錄 對 偷醫療紀錄 那個護衛人很好耶 他也是跟殭屍交所 有很多次 酷耶 那你覺得中店娘娘很壞耶 可是感覺演中店娘娘 那個女生 看起來蠻小的耶 不知道他是哪一位演員 韓國演員 他看起來年紀蠻小的耶 但是蠻漂亮的啦 不知道他是哪一位演員 不知道他是哪一位演員 田中咒立王 你好 懷疑護衛是內 護衛是內奸嗎 真的假的 不要跟我爆雷 怎麼爆出這麼多了 不好說 有這種感覺 真的假的 護衛是內奸 感覺結局都會顛覆大家想像耶 當然害我更期待第二季了 那我先把第一季 第一季追完 明天再看個兩集 等我有空再看個兩集 今天看的兩集 我覺得是 一二三四裡面 三四比較刺激 看五六集就能有所體會 好 那先不要跟我雷 他劇情會 劇情會慢慢出來 是不是 感覺最後壞人都不是 還有其他的壞人 就是跟想像中不一樣 每次電影都這樣演 阿智你好 露露有看了嗎 影師朝鮮 好不雷 覺得現在還是冰山一角的劇情 好想知道故事完整 不雷不雷 謝謝楊姐不雷 還沒看的大家可以一起去看喔 真心不錯吧大家 有看過的大家都覺得不錯吧 還沒看 聽這邊講好的 露露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大家好像也覺得蠻好看的 只是他小心有點 比想像中的血腥可怕一點 錯路被雷翻了 應該還好吧 我們都很片段很片段的講 應該 應該還好 好那我不雷了 不講不講劇情 今天學校畫 在學校畫了紙圖 今天那個學校有彩妝設計課 然後我就畫了紙圖 畫了也是畫了三節課 畫了三節課的紙圖 還想說變得很恐怖很小心看 我覺得蠻恐怖的啊 有時候殭屍團出來的時候會嚇到 而且我看第一節的時候 有嚇到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血腥 然後還有那個殭屍的樣子 比我想像中的可怕 可是看到後面就漸漸習慣了 什麼看頭那些都很平常 可是開頭很可怕 結果只是開場 殭屍好像 殭屍很好看啊 超喜歡看的 而且之前不是聽說有一部電影 在末日之戰 他要出第二集 可是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出啊 想看第二集 大家有看過《時速列車》嗎 也是韓國電影 很紅 大家有看過嗎 那個也蠻好看的 《時速列車》 讓他也看超多殭屍 《時速列車》 《時速列》你好 《時速列車》有看過 我覺得那個也蠻好看的 最後也是有點在講人性 為什麼每次殭屍片 都是要講人性這個東西 就是在很危急的時候就可以展現出人性的嫌惡了 就是只顧自己 都是跑很快 主播晚上好,洛洛你好 妮妮凱凱你好 人性嫌惡的法加德 推最近的難不可失電影 好,是難不可失嗎? 人性 人性嫌惡 歐美的殭屍都很慢 韓國的殭屍都跑很快 隨手服殭屍 我覺得殭屍妝很厲害 因為我是學彩妝的 然後每次看到那個殭屍 因為他們電影都是特效妝 就是那個肉啊皮 血肉的那種 還蠻想畫畫看那種妝的 萬聖節可以畫一下 萬聖節可以畫一下 畫那個殭屍妝 特效妝 他明明寫 雞不可失 噴成難不可失 雞不可失 雞不可失 雞不可失電影 最近的電影嗎 殭屍妝 常識片 那會變殭屍 會變殭屍 亂咬人喔 大家會怕嗎 韓國片 雞不可失 哈囉 瑞婷晚安 我之前也有看過一部 一部韓國的片 電影蠻好看 我想推薦幾部電影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一部是日本的電影 叫做 沒關係我已經被你咬過很多次了 咬我咬我 小殭屍 上次就想被平函咬了 我想推薦給大家 我之前看過的兩部電影 很好看的 平函的お気に入り 是 謝謝阿華松我跟庭告白 スニーカー ブラントは何 スニー スニーカー ブラント 這是什麼 這個名詞我不知道 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 スニーカーブラント 有人知道嗎 晚安 Ameria 看你們聊最期間有趣 Luca如果敢看的話 可以去看電影 可以去看這個影集 覺得蠻好看的 我想要推薦大家兩部電影 就是我之前看的 喜歡的什麼化妝用具吧 喜歡的化妝用具 喜歡的牌子嗎 喜歡的品牌嗎 現在的球鞋 我今天喜樂影呢 白色那雙嗎 我今天IG上白色那雙嗎 是FILA FILA的嗎 F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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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說我今天的貼文 好像 叫FILA吧 對 FILA 白色的 很可愛對吧 只是 要保持它的乾淨 需要 好好的守衛它 是FILA 可是白色鞋子很難照顧耶 而且下午天我絕對不可能穿出門的 所以我今天就穿它出門了 因為今天出太陽 因為今天出太陽 活動才三下 今天出太陽 所以我就穿它出門了 哈囉農媒你好 我剛說推薦大家兩部電影 一部是日 日本一部是韓國的 然後 為什麼直播不綁 唉唷我猜掉了 因為頭髮有點毛 下次把它弄順一點的話 再綁馬尾 最近頭髮有點膨 推推我上來看 我想要介紹大家 就是日版電影 就是有一部叫解憂 可是好像不是最近的 好像是蠻 有一段時間之前的了 叫做解憂雜貨店 大家有看過嗎 我覺得蠻好看的 解憂雜貨店 對解憂雜貨店 知道這部 這部好像也是蠻紅的 看過 解憂雜貨店 有看過書 我覺得電影也好看 阿華可以去看看 解憂雜貨店 覺得蠻好看的 有聽過但沒看過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電影的封面很漂亮 那個雜貨店很漂亮 整場女生都只在看男主角 解憂雜看過 還有另一部是戀愛的嗎 我也覺得蠻好看 叫做今天的你 那個名字很複雜 今天的你要跟昨天的我談戀愛嗎 還是什麼昨天的你要跟今天的我談戀愛 我不知道 反正他的名字很複雜 每次都會唸錯 小孩你好 有聽過 好像是叫今天的你 要跟昨天的我談戀愛 是這部嗎 今日一學 Sn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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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鞋 今天那個不是最近 沒有 那有一段時間以前 好 約會 今天的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 我覺得這個也蠻好看的 約會了吧 他的名字每次我都會唸錯 什麼 明天的我要和昨天的 你看大家留的言人就不一樣 今天 是今天的我要跟昨天的你約會 還是明天的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 我每次都會唸錯 謝謝鋼琴使真香分享舉摸間 那部好看 對那部好看 我喜歡 這兩部日本的電影我蠻推薦的 這兩部日本的電影我蠻推薦的 僕は明天 昨天の君とデートする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約會 每個地方翻譯都不一樣 所以我每次都會唸錯 反正就是很長很長的名字 這兩部我看過 然後韓國的韓國的那一部的話 我是要推薦叫做 你到底是哪天 是今天 那部韓國的 是 好像是歷史的那種劇情的片 叫做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新竹波波你好 北極星你好 想吃掉你的遺葬可以看看 有這個我之前想要看 好像也蠻紅的 好想吃掉你的遺葬 最近在片子看過遺葬 歷史標示什麼 不會很好看 超級好看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所以它的故事背景是在講歷史 就是韓國歷史 可是 可是蠻精彩的我覺得 這部電影 有你的飲料 你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這幾部電影 然後 孟智智在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大概可以看個十遍嗎 那個電影 看完會不會想當電影 好 冰邊美博主演很推 好 那我去看看 我有空的時候 來把這部看一看 佑英你好 在世界的角落 找到我也很好看 是日劇嗎 末日之戰那麼推喔 阿華居然沒有看過末日之戰 我以為末日之戰蠻紅的耶 結果居然很多人沒有看過 很好看 可以去看 也是殭屍的 阿華 這些今天看完就不用睡 那我建議你先看末日之戰 如果 就是這幾個裡面的話 我覺得末日之戰是比較 劇情精彩 不會有 就是 悶的地方的劇情 而且他蠻短的末日之戰 是這本動畫喔 好的 謝謝楊潔推薦 阿華我建議你今天晚上先看末日之戰 我幫你排好 排好順序了 排好那個順序了 等等來看 說不定我看過只是名字不一樣 好像也有翻譯叫末日Z戰 是嗎 最深刻的印象是最後對不對 壞壞 你說最後那邊 對末日之戰是美國的 殭屍多大比強高 我真的很想看殭屍 末日之戰的殭屍就會跑 末日之戰的殭屍也是跑很快 而且末日之戰的殭屍很聰明 末日的下一部呢 你可以看 那個 我想一下你可以看什麼 解憂雜貨店 會不會反差太大啊 這兩部的那個 劇情走向反差太大 蜘蛛人乳肉 喪屍末日之戰不錯 有春假春炎的 計程車也可以 雖然你末日之戰看完 先看計程車好了 可是你這樣會不會今晚不用睡啊 那一步都兩個小時耶 沒有計程車好像比較久 好 謝謝博漢分享直播間 最後的殭屍 你說那個很像老鼠的嗎 我覺得那最後的殭屍很像老鼠 算了 我不要爆雷阿華好了 恭喜阿華 今天不用睡了 不用睡了 他在蠢之島 蠢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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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你不會遲島的 我覺得你明天不會遲島 我覺得你明天不會遲島 土土你好 VK27你好 我明天又有素描課了耶 希望我可以學到新的畫畫地球 素描課 謝謝阿哈送的萬寧手後 新聞標題喔 偶像推薦粉絲看影片睡得好加重 才不會了耶 你可以分好幾天看 今天先看末日之戰一部就好 然後假日再來追多一點 怎麼樣阿華 每天都要有會畫的感覺 對啊我今天 我今天是彩妝設計 然後畫了紙圖 就是用色籤筆 而且我很認真 我帶了36色的色籤筆去學校畫畫 用色籤 而且我們今天自己設計妝 然後我設計的是一個 夕陽顏色的妝 我覺得蠻漂亮的 可是我想禮拜四跟平安子討論啊 那你先看末日之戰 那我們禮拜四來討論末日之戰怎麼樣 巴巴巴巴巴巴 Aquila 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今天設計妝 今天畫的紙圖畫了三節課 明天素描又要畫兩節課 好多畫畫課這學期 行 你收得上 吃速列車 君主老師也不錯 主內良真 主內良真 高巴度 對不起 冰邊美波 有 我知道那個 然後他的主題曲是TWICE唱的對不對 我知道 君主老師 他的主題曲是TWICE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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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蠻好看的 而且女主角很可愛 想看平安畫的紙圖 可是我覺得我素描畫的比較好 傑琳晚上好 傑琳你好 主題曲是TWICE唱的 主題曲有TWICE唱的 好多電影要看真的太忙了 竟然 莉你好 莉你好 大家有很多电影要看 因为我推荐太多播 今天刘海好分岔 Maxu你好 大家可以慢慢看 不用一次看完 像我电影也没办法一次看完 我顶多最多就是一天一步 平常都看宠布论 设计妆感觉要很有创造力 主内良珍珍的出道作 其实我知道主内良珍是因为 我看了那个有一部日剧叫做 过保护的嘉惠子 大家有看过吗 过保护嘉惠子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威士宠那部认识主内良珍 他跟你主角是超级 超级萌生高差 平汉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pinsang high five 跟大家high five give me five 我也离日剧好久了 他就没有看了 他那个过保护嘉惠子 是我上一部看的日剧 đầu白叫教徒 Lina 你好 琳娜妳好 這次三年A班超推 有好多人跟我推三年A班 我明天也有日文課耶 明天也有日文課 其實我蠻喜歡日文課的 只是老師會一直跟我講日文 因為我上次第一次去上日文課的時候 然後我一走進教室 同學就說老師這個人日文很厲害 我追平函活動就沒時間了 好好光追我活動就沒時間了 沒有時間追其他句了是嗎 然後我就被同學賣掉囉 他說老師這個同學 就是這個同學日文很好 然後從那天之後 日文老師每堂上課都一直跟我講日文 一直跟我講日文 我一直被Cue耶 Cue桑 他一直問我話 問我問題 要是我我也會做要事 他可能覺得 老師可能覺得班上終於有人會講日文 是一道曙光吧 可以跟他對話 可以跟他對話 可以同學賣掉 但好啦 超好練習機會 也是也是 蠻好的練習機會 只是 就是不能不專心 上課要很專心 是自己老師嗎 不是 是 台灣人 是台灣人 咪咪Cat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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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今天 我今天也要推薦一首歌給大家唷 大家猜我今天推薦哪一國語的歌 平常平常什麼課不專心 其實我都蠻專心的啦 美髮課吧 我昨天 欸前天還是昨天美髮課 我覺得美髮苦手 就是吹那個假人頭的頭髮 我弄那個 頭髮苦手 超級苦手欸 我吹那個 要吹西裝頭 因為我們 昨天是要 教的作業 上課要教的作業是 三節課要吹一個西裝頭 然後 西裝頭就是 假人嘛 然後是要這樣L型的頭 頭型的頭髮 然後我吹不起來 我吹了三節課 然後 然後 我後來拍照 交出去的作業 還是 就是 好像剛睡醒的那種頭髮 我難過欸 怎麼吹都吹不起來 感覺很瘦 我西裝頭吹不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長得很奇怪 我剛 我吹了三節課 還是像剛睡醒一樣 天氣很瘦 天氣很瘦 沒法看很開心 吹風機一直吹上 而且我要跟你們講 我今天 我今天早上用離子夾的時候 靜電欸 就啪一聲電到自己 大概是我帶電太多了吧 十萬伏特 被離子夾電到 靜電欸 嚇我一跳 第一次用離子夾靜電 哈囉 他是不是十萬伏特 不小心漏電 所以靜電了 謝謝金釀 送我櫻花 Ping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毫不願意 對 是仁曲 小字們很習慣 看平安一直都被電啦 不知道是不是我綁完頭 就是我 把頭髮拆下來 然後可能有靜電嗎 然後又用離子夾 兩家 兩家所以就電到 我同學怎麼了 這樣很詩情喔 你會是 謝謝小白送我 LineLive應援團 謝謝小白 謝謝小白 Giwaru desu Giwaru desu 不是最近那個 新的歌嗎 Pingさん この曲好きですか Giwaru desu 私は大好きです 港平安 諾班車 小白剛下班嗎 辛苦了小白 對 就是最近的那一首 很多 MV裡面很多套衣服的那一首 我很喜歡那首耶 他的歌曲的音調是我喜歡的 然後MV也是我喜歡的 HKT最近要我新單一個好期待 真的嗎 也期待 我喜歡HKT的歌 我喜歡他們風格的歌曲 期待我也期待 看台第一分鐘會聽不懂 然後就習慣大舌頭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一首歌是 HKT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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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HKT的歌 Pingさ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是 日文歌 HKT的歌 叫做 HKT的歌 HKT的歌 大家有聽過這首嗎 HKT的歌 很好聽 而且歌詞很棒 謝謝包包送我蜂蜜檸檬水 謝謝包包 想到蜂蜜檸檬水 大家知道我剛剛 我剛剛要開直播 然後我進來的時候看到蜂蜜檸檬在直播欸 我看到他在直播 然後我點 不小心點進去 我看到他在直播 他跟那個貼圖還蠻像的 那貼圖有成功 剛剛那個貼圖還蠻像的 我剛剛要開直播 我看到他在直播蜂蜜檸檬 那個蜂蜜檸檬 晚上好 腳腕駿 腳腕駿 好 先看完蜂蜜檸檬才來的 那個貼圖有像欸 好今天要介紹的是這首歌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歌詞 我要跟大家說 我最喜歡他裡面哪一句歌詞 人生短短幾個抽 我來跟大家說 我喜歡什麼歌詞 哪一句 大家有聽過這首嗎 拜拜起 手指拜起 15歲的你 我喜歡 我喜歡的那句是 哈囉 小愛你好 他這首歌中文也有欸 有被發成中文 是劉若英 劉若英的歌 叫繼續給15歲的自己 劉若英 有翻唱這首歌 大家有聽過中文 其實我是先聽過中文的 然後才知道日文的 謝謝玉書的看好你喔 謝謝玉書的看好你喔 我最喜歡裡面的中文的很好 我是先知道中文才知道日文的 我覺得兩個都好聽 而且歌詞很棒 而且歌詞很棒 我喜歡歌詞是 就是別認輸別掉類那一句 最喜歡這一句歌詞 他裡面歌詞很棒欸 給大家分享這首歌 大家有聽過中文的嗎 大家有聽過中文的嗎 今天很多東西要補欸 要看末日之戰 要去聽中文的歌 好理智的歌詞 歌詞 我是好像小學的時候吧 聽過中文的那一首歌 然後後來去看留言 發現有日文的 就是他原曲是自文 然後就去查自文的歌 末日之戰 超好看的對不對 小白 小白你有看過末日之戰嗎 你喜歡殭屍片嗎 如果喜歡你有看理師朝鮮嗎 一直跟大家推薦殭屍片的偶像 殭屍偶像 經典 真的 殭屍片的經典 他是開啟我喜歡 殭屍之路的一個起點 就是末日之戰 相信誰的話向前走呢 相信自己的話 楊潔加油 相信自己 跟著感覺走 你會找到對的出口 押韻了 好久沒有這種發這種文了 押韻文 我終於押韻了 今日名言 品寒今日名言 跟著自己感覺走 你會找到對的出口 天哪 理師也要 有看第一集 那你可以繼續看後面 越來越好看喔 喔就是喪屍代言者 一直跟大家推薦殭屍片 忠祐你好 好 押韻也太懷念 新帥你好 末日之戰 今天很早今天 狂奔的喪屍比 英式路 慢走強多了 真的 我喜歡 押韻很懷念齁 我其實剛剛也是突然想到的 就突然押韻了 也是 蠻棒的 今日名言 今日名言 殭屍寒安安 謝謝阿豪分享直播間 大家可以分享直播間唷 泰肥桃你好 這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歌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沒有聽過 開始去聽聽看喔 英式路好像有看過一兩集 可是沒有很有印象 等我追完李斯朝鮮 我可能會去追英式路 因為英式路不是蠻多記的嗎 可以看很久 如果我很閒的話 放長假 我可以慢慢來追 謝謝阿瑪莉亞分享直播間 今天差不多到這邊了唷 大家 然後我下次直播的時間是 3月14號晚上8點半 原本是3月15號 不過因為當天有一些 零食有些事情 所以改到3月14號 抱歉大家 3月14號 3月15號改到3月14號 謝謝博漢分享直播間 英式路到後面太多了 所以放棄了 那我就不看好了 不看英式路了 對3月14號是白色情人節 大家我們白色情人節見 一起過白色情人節吧 太好了 30可以傳單太棒了小白 下次直播是3月14的晚上8點半 大家要來唷 一起過白色情人節 那天有我愛偶像 大家也可以去看他們那天去採 採草莓 採番茄草莓 可以去 76台嗎 78台看我愛偶像 我愛偶像是7點到8點 然後看完可以來看品行的直播唷 就給你滿滿的愛心 一整天 白色情人節當天 一整天給你們滿滿愛心 3月14日 是同時時間 そうですよ ピンさん 3月12日 14日 夜の8日 に 生配信します 8日 夜の8日 です きてくださいね ピンさん 謝謝ブル追蹤主播 你好 我是AKB4 下一期的抽品函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唷 ブル 謝謝ブル追蹤我 這是我的Instagram 你也可以追蹤一下 謝謝你 收到 3月14日 晚上8點會直播 大家要來唷 了解 ピンさん ピ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窩好窩 不是還有KKBOX 14號超忙 14號很忙耶 為什麼我日文這麼忙 因為我學過一年的日文 然後我現在是自學日文中 哈囉你好ブル 你可以去我們的Youtube上 看我們的勇往直前的MV 在阿里山拍的 我們是AKB4TA TeamTP 有往直前的MV 在阿里山拍的很漂亮 就是這個 你有去過阿里山嗎ブル 可以去看我們的MV喔 希望你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待會留言給我 說你覺得怎麼樣 ブル 最近又加班不過剛好 下班時間跟播時間一樣 太棒了 有看過 一天看200次 謝謝你ブル 下次直播是3月14日晚上 之前都追FMH48 那現在可以追T TeamTP 很多平函的鏡頭 可是英文水那麼久還是普普 所以就是每天要練習 Luka 加油 你甩不到200次 沒關係楊潔 不要太在意 今天差不多到這裡啦 大家 下次的直播是 3月14日晚上8點半 那我要來念個排名了唷 19名是 嗯 漢漢 18名 柏漢 17名 九蛋堂 12名 海裡寶寶 14名 伊卡 13名別鬧了 人 人走聯盟 12名 是手滑高 11名 第10名 海環 第9名 金釉 第8名 農媒 第7名 聘賞 第6名 88 第5名 赤尾 第4名 小白 第3名 楊潔 第二名 阿華 第3名 阿華 第3名 是誰呢 楊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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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指定什麼 殭屍 動作嗎 爆笑筆葉 這樣可以嗎 爆笑 爆笑 爆笑筆葉 燦笑 X2 燦笑 X2 燦笑筆葉 夠燦嗎 這樣夠燦嗎 第二名是阿華 謝謝小白送我詹情告白 謝謝小白 是阿華 阿華 阿華你是不是還在想 還沒想到 僵尸還想有人 發現沒有牙齒了 Part2 沒有牙齒 沒有牙齒 阿華每次都跟我出很難的 對啊越來越難了 大家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就是原本要養人 然後突然發現沒有牙齒 不夠兇 劇情很複雜 第一名品牙雙推 不夠兇雲 阿華每次都跟我出很難的題目 這次只有半千 第一名 越來越內斂了 品牙雙推 可愛三連拍 可愛三連拍 二 三 有嗎 這麼可愛的僵尸給我來個十隻 被咬都會變可愛唷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直播喔 小白色 小白色網站請告白 大家白色情節當天要來唷 祝大家好夢 咬你 咬你阿華 咬大家 咬你 大家晚安 射個新的罐頭好了 對好罐頭順行 來更改個有關殭屍的東西好了 大家晚安 謝謝你們今天來看直播喔 下次是禮拜三月十四禮拜幾啊 禮拜四 禮拜四的晚上八點半 要來看直播唷 大家晚安 謝謝你們今天來 掰掰 明天上班上課加油喔 掰掰 祝你們好夢 冒到僵尸品牙咬你們 僵尸臉魔 謝謝阿華為你守候 大家晚安 辛苦你們了 掰掰 掰掰 晚安 下次見 Oyasu me Fangina Good night 可以不要嗎 不行啊 大家記得夢到僵尸品牙咬你們喔 隔天醒來你們就會變可愛了 掰掰 Oyasu me 掰掰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趕快去休息吧大家 掰掰